强迫症让她无法当一个称职的母亲 我最喜欢半个钟 我真的跟孩子冲料之后不干净 不是一直冲冲冲 本地有3%的人口患上强迫症 家人承受什么压力 这种精神病可以好吗 每个人的看法 不怕冲这种事是很棒的 你敬我一步 我敬你一场 我觉得很有压力 就是当女儿子 就是我自己做好心理准备 我经常重复的洗手 检查周围的东西 属于那些步骤 还会存纹鸡 暴死 很乱 我的房间很乱 我的房间很乱 我的是所谓的完美主义者 会重复的要求做事情到我觉得满意为止 比如写字 我会重写到我觉得还可以猜听字 要不然就拥挤 拥打 不然就拥打 你叫吗 我拥打 我觉得什么东西就是肮脏 肮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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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达在过去的37年来 一直无法控制自己对脏的概念 她说25岁那年 家里的老用人因为患病 而必须带排泄带 照顾老用人的过程 让他感到不舒服 引发了他的病情 那个会有时流出来 我就用那个布 把他放在床 就骂 骂了就丢 那时候我还好 是他气势的时候 我就有一点怕了 因为一就去医院看他 然后就慢慢有一种 很不舒服了 什么东西在医院拿回来 我就要洗到很浪费水 我洗很久 就变成五分钟 就慢慢地买买买 渐渐的 林达开始害怕上厕所 也不敢靠近垃圾桶 他每天洗澡的时间 也越来越长 一次可以长达四五个小时 他并不知道 自己其实已经患上强迫症 也就是英文的 Obsessive Compulsive Disorder 简称OCD 我的妈妈那时候 会觉得我不大对劲 人家就带我去看 没有看医生 他们就不相信 有这种psychology psychiatry 就看去庙拜 等下去church 后来就看 真的有朋友介绍 去看psychology 分psychiatrist 然后我去的时候 我只是给人吃药 回来到家 真的很爱睡觉 所以我觉得这种 就没有什么帮我 就没有看了 就一直拖拖到 我认识到我先生 他就把我送到医院 到底什么是强迫症 心理卫生学院 在2010年的调查显示 强迫症是继抑郁症 和酒精滥用之后 新加坡最常见的精神疾病 每33个国人当中 就有一人患上强迫症 比欧美国家的比率还要高 过去三年 到心理卫生学院 接受治疗的强迫症病患 增加了一成 当中大约20%属于新病患 一般公众知道 什么是强迫症吗 不是非常的了解 强迫症我觉得一言重化的话 会导致他们的社交都有问题 就你周围都不会有朋友 个人洗手洗眼多次 好像你要出门的时候 还要看多一次 又想来又来多来看多一次 强迫症就是好像是那种 会有一点孤僻 然后他会觉得 凡事东西都是好像 很不安的感觉 好像凡事都是想要追求完美 精神科医生指出 强迫症属于焦虑症的一种 现在我们会觉得 obsessions means getting recurrent intrusive thoughts or sometimes images or impulses that keep coming into your mind and the person realizes that these thoughts are sometimes irrational so they know that these thoughts are irrational and they try to resist these thoughts but they're not able to do that for example you may have a thought that your hands are dirty and that makes you a bit anxious because that may lead to contamination the compulsion may be to go and wash your hands and that's the second part of the OCD so the act of washing the hands will take away the anxiety for some time so that that is usually the symptom of OCD 对琳达来说 患上强迫症 对她的生活 已经造成一定的困扰 最让她感到愧疚的是 她不能当一个称职的母亲 在孩子还小的时候 她甚至无法替孩子冲凉 因为我真的跟她冲了 就不干净 不是一直冲冲冲 每天回来就 要跟她洗脚 跟她洗脚洗手 她那时候才一睡 所以那时候我就不敢看了 我就叫我姐姐看 然后就没有 take care 没有 take care 好像那时候是她会走的 只是带她去走去吃这些 不过她很可怜 她住室痛的时候 糟糕 我又不敢带她去厕所 那怎么办呢 琳达的儿子伟亮说 小的时候她不知道母亲有病 只是纳闷 为什么她和别的母亲不一样 每次过来的时候 我觉得妈妈也就会冲凉 早上 她就会冲到很迟 那我就会一个人去我的阿嬷 那去拜年 是一家人去拜年 对不对 那我就会一个人拿 拿个历程 从小就继续拜年 就是很生气哦 因为我就说说 别人的母亲是在催他们的孩子来拜年 我这个儿子就在催我的妈妈去拜年 长大了 伟亮才意识到母亲可能需要接受专业治疗 大约六年前 伟亮开始鼓励母亲去心理卫生学院寻求帮助 我长大了吗 也比较能够控制她 我就逼她去看心理医生 起初她非常地不想去 因为她怕要去面对她的害怕东西 我觉得已经是这么多年 她已经是要60岁了 也不是说年轻了 我要她过比较好的日子 什么原因会导致一个人患上强迫症 伟亮的母亲琳达患有强迫症超过30年 伟亮认为强迫症可能是遗传的 她怀疑自己可能也有强迫症 当我坐在马桶之前 我就会洗很多次 所以不停地洗 有差不多10遍吧 当我不洗 那时候会觉得很非常的不知在 非常的觉得很恶心 所以当时候 起初我觉得是正常的 需要干净 可是当我发现到 其实我不停在洗 那我就懂自己的问题 所以我就会故意去克服它 医生认为 患上强迫症的原因很多 包括基因和压力 这是一个分析的因素 但没有特别的因素 有一个特别的因素 有另一个有特别的因素 有特别的因素 有特别的病毒 有特别的病毒 例如咳嗽 或咳嗽 这些病毒 阿忠曾经是一名空少 因为一直迟到的缘故 他在1996年被迫离职 之后就一直无法找到稳定的工作 当自己生活面对压力的时候 就会引发这个OCD 因为这个是我的一个本能的反应 因为我对事情很关注很重视 所以我就要求比较高 我的病最严重的地方是在 我当我要离开一个地方的时候 我会检查得很仔细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就是这个算 数我的那些步骤 我把全部的工作 都把它分析成 细小的那个步骤 就是按照步骤做 如果我挑一个步骤的话 我就很不舒服 阿忠一直走不出 强迫症的阴影 甚至因为强迫症 而整整三年 无法踏出家门 2007年 父母让他住进心理卫生学院 接受治疗 当病情好转的时候 他就转入后港关怀中心 一直到现在 问题就出在我的心理问题 就是 我失道可是我不能控制 是有时候 这样子的一门 真的要trap住 非常的沮丧 因为 对自己的情况 一直没有办法改善 失去信心 所以就自己的精神状况 越来越超 直到我把家人要带我进医院 阿忠年轻时 知道自己一直有个心理病 什么时候开始 他已经记不清楚了 直到2000年初期 才确诊为强迫症 有调查报告显示 很多患者 平均在患病九年后 才寻求治疗 根据卫生部去年的数据 平均的发病年龄是19岁 那有些患者跟我讲呢 他们以为他们可以去 克服 manage 因为他们说 首先开始的话 可能他们的 疑伤行为呢 只花了大概半个小时 那过后呢 一个小时 过后到两个 到他们 生活被影响的时候 他们才知道 他们需要 帮忙 和受治疗 对强迫症了解不多的病患 并不罕见 小林今年43岁 她是一名癌症生还者 也患有强迫症 小林的强迫症发生在学生时期 当时她才15岁 中三那年 她考过拳击第一 之后因为压力 而开始非常害怕写字 最后被迫辍学 强迫症 小林是在辍学五年后 在报章上 读到有关强迫症的报道 才意识到自己可能患病 所以她马上寻求治疗 小林说 患上强迫症 比患癌更难受 癌症 就医生替我治疗 让我接受她的治疗 承受那个治疗的后遗症 就过后就让她康复 或者失去生命 就是这两条路 但是那个OCD是一直存在的 在跟我斗争 因为要在心理还是精神 那边在征战 对不断的征战 小林凭着毅力 再加上信仰和家人的支持 病情及早获得控制 所以能够如常工作和生活 林问龙医生指出 在她所接触的患者当中 有不少是年轻患者 有些甚至是小学生 然后有些学生 可能他们就会有一些 不能够 在好像做功课的时候 不能够做出错误 还是要有很 很好的那种比法 然后如果说他们做不到 他们就会把那些功课重做 撕掉再重做 所以这个有时候 会形成一些问题 除了就是压力以外 有时候就是可能 要看就是可能 就是个人的一种性格 他们如果个人 就是比较有那种 完美的性格 有时候也是会导致 他们有一些 强迫性的那种行为 不过 巴努医生指出 一般孩子想象力丰富 可能会出现 类似强迫症的症状 可是这些症状 都会随着年龄增长 而慢慢消失 这些症状 孩子可能会有 某种性格 例如 他们可能会避免 某些梯子 或是某些步骤 或是某些步骤 这些是很普通的 而且这不是 OCD 作为年轻人 你可能会不会 做这些东西 作为年轻人 你生在一个 幻想的幻想 这另一种 所关于 OCD 是有点的 幻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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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幅 强迫症 除了可以通过 药物治疗之外 还需要 进行 心理治疗 我们会 教导患者 故意 接近他们 所害怕的 场景 或者 物体 然后呢 不允许他们 有任何逃避的 反应 比如患者呢 很怕脏 我们就叫他们 去摸脏的东西 比如垃圾头 然后呢 不允许他们 洗手到 足够的时间 直接 直到那个 焦虑呢 进行的 消失 她患有强迫症 却勇敢面对 镜头 为什么 三十岁的庄家灵 在2008年被诊断 患上强迫症 她说因为失恋 所以承受很大的压力 可能 你经历一些事情 人家 好像 说你 不够好 还是 你会自卑 然后 就会造成 你 心理上 很压抑 你不够完美 然后 你一直要 追求完美 好像那时候 我记得 我在查 我的粉妆吗 然后 我就想到 这些东西 我就不满 我就会洗手 然后又查 然后 我再查 又想到这些东西 我就会洗 一直查 一直洗 嘉玲后来变本加厉 开始失控 甚至在房间里呐喊 我妈妈听到 所以她觉得 我不对境 所以 然后她们就带我去 诊所 poly clinic 去看医生 and 医生说我是有OCD 那时候 我很害怕 因为 觉得自己有精神病 很 不好 然后 他们要我去 那个IMH 我就其实不要 然后 他们就 转到 Galang poly clinic 嘉玲已经逐渐康复 她说 她愿意站出来 接受访问 是希望能够提高 人们对于 强迫症的意识 同时让自己 鼓起勇气 和病魔对抗 我 我三十岁了嘛 如果这个 我不医好呢 我的生活 不能 进步 下一步 而且 我不要这个 一直影响我 我会做更严重更严重的事 最后呢 最后呢 我就听我 我爸妈妈讲 他们一直念我 因为 如果以后我要有家庭 小孩 我就要把自己医好 心理卫生学院的调查显示 国人对强迫症 还是一知半解 六十多岁的西蒂 也是一名强迫症患者 她常常来回爬楼梯 病情严重时 可以上下楼梯一百回 让她感到无奈的是 很多人误以为 强迫症是精神失常 如果他们看到你做些事 一定会觉得 是一个状态 但其实 它不是一个状态 状态 状态 是更严重的 对吗 他们没有意识 他们没有意识 他们没有 他们只是 不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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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提高人们 对于强迫症的认识 南洋理工大学 传播系学生吴思盈 和几个同学 以这个题材 作为毕业专题报告 这一天 他们参与了 由心理卫生学院 和Scape 联合主办的话剧活动 来消除年轻人 对于强迫症患者的成见 化剧导演 无思盈的同学 无思盈的同学 我访问一些医生 我搭德士的时候 德士司机问我 为什么要去IMH 就好像很好奇 是不是我要去那里看病 然后我就跟他说 我要去做project 他就讲 你要小心 快去快回 所以我就觉得 我就觉得 原来他们那些人 我终于了解 为什么他们会害怕 心理学家指出 在帮助患者康复的过程中 家人的关怀和支持 是很重要的 OCD OCD 不是患者的错 也不是家与人的错 因为很多时候 家属有跟我讲 他们会觉得 是不是他们做了什么事情错 而造成他们的孩子 有OCD 或者有些患者 也会自责他们自己 他们不是故意要 进行那些仪式行为 因为OCD 是一个很痛苦的病症 所以我希望家属 可以谅解 可以支持他们 参与 在患者的OCD的 康复过程当中 我觉得效果的治疗 会更好 强迫症 让一个人的内心 长期被焦虑困扰着 唯有勇敢踏出第一步 及早寻求帮助 才能够解开心中那把锁 前线追踪 欢迎您针对任何课题 发表意见和看法 以及提供节目素材的线索 让我们为您追踪报道 你也可以到 发频道 新闻及时事节目的网站 重温节目 和观看一家视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更多精彩 请到Channel8news.sg观赏 现在到Toggle.sg 就能随时随地重温节目